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网站的消费者的评论仅为1.7星 许多的消费者评论说这个网站上的产品与图片上的产品是完全不符的 很多甚至是无法正常的使用 消费者还说这个网站的客户人员要么对他们的电子邮件是置之不理 要么就回复说不会为消费者退款 因为他们应该在订购前更仔细的查看商品 下面我们来看Amazon Store Pro 它之所以榜上有名是因为这个在线的商店经常会推出一些大幅的折扣 价格是低到令人怀疑 比如说唐仪买二送三 不仅如此 许多的用户还说他们收到的并不是他们原本订购的产品 而是其他的假冒产品 比如他们订购的是带两个支架和防护罩的鞦韆椅 但收到的却是一个廉价的吊床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些信誉更好更安全的在线的商店来购物 下面这家名为HSN的网站 有几个迹象表明这家在线的电商存在着一些古怪 比如它的产品描述的区域存在着明显的评写错误 还有空格的错误 并且会用醒目的彩色的字体打出活动倒计时 产品只剩下一键等等的内容给顾客一种紧迫感 并且宣称将随机的抽取部分的顾客进行全额的退款 还会时不时的弹出谁谁谁刚刚下单的弹窗来引诱顾客来下单 但是他们的产品评论区却没有任何的评论 这也是典型的虚假网站的欺诈套路 下面我们来看underarmor.shop 它是假冒的这个3w.underarmor.hk的网站 它的网页看起来跟正规的在线网站是非常类似的 并且会远低于主要的零售商的价格 向购物者出售各种的折扣商品 比如说原价的120美元的名牌的运动鞋 在他们家只需要卖29.99美元 但最终下单的顾客最常见的结果就是下单之后并没有收到货物 或者可能会收到略质的材料制成的廉价的复制品 除了销售假冒的商品或者是根本不发货以外 这个网站还会在结账的时候来搜集顾客的个人和财务的数据 包括全民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的详细信息等等 而且客户的投诉也是常常被忽略的 下面这个网站叫erlinked 它表面上是一个出售盆污的网站 但售价也是同样远远的低于市场价 但是预防欺诈网站scamdedicate对它的综合评分仅为47.2 并且打出了可疑危险警报这样的一个标签 因为它在该检测器上有一个标签为临近恶意网站 那么这意味着它通过其他的服务器IP地址 或者是其他在线的连接 与被标记为恶意的站点是存在关联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来识别虚假网站 虚假网站也被称为钓鱼网站 是数据泄露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根据Google的透明度报告称 近年来钓鱼网站的数量成井喷式的增长 已经超过了135万个 那么点进这些虚假网站 不仅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还可能被诱导下载一些 会对个人电脑造成严重破坏的恶意软件 那么怎么样来识别这些虚假的网站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检查网站地址 是否是https开头的 这个是最直观的辨别方式之一 很多人很容易误把http跟https弄混 那么事实上呢 有没有这个结尾的s网站的安全性相差非常的大 因为呢 所有以https开头的网站都受到了SSL证书的保护 这项证书呢 在分发之前需要进行严格的验证检查 所以呢 当我们在访问非https开头的陌生网站的时候 就需要来提高警惕 尤其呢 是注意不要在这些网站上填写个人的详细信息 当然即使是以https开头 但不熟悉的网站呢 也要进一步的查看它的证书 它是否经过授权 另外一点呢 就是要检查网址 有的诈骗网站看起来跟正规的零售商的官方网页 没有两样 但是呢 在点击所有陌生网页之前 最好呢 是看一眼网址 有没有写错的地方 比如说有一些诈骗的分子很擅长偷梁换柱 会将正规网站的网址加几个字母 或者是调换顺序 以混淆受众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珠宝公司 Tiffany的网址呢 是Tiffany.com 而多了几个字母的 Tiffanycoachop.com呢 则是仿冒者 有的呢 甚至会将数字零改为字母O 如果不确定某个陌生网站 是不是虚假网站呢 可以直接去Google上搜一下 或者是去一些比较知名的 在线的信任评级网站 搜一下大家的评价 比如Trust Palette呢 也需要是当心的 因为呢 有的网站上的好评呢 是可以自己刷的 但如果是评分很低 并且有很多关于诈骗的报告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并且呢 在购物网站下单前 最好仔细地阅读 其他客户的评论 所有的产品 即使是最好的产品 也会有相当多的负面评价 如果完全没有用户的评价 或者是一面倒的 都是正面的评价 就需要当心了 另外呢 虚假网站会用尽各种的方式 来催促客户下单 比如打出立即行动 库存只剩下一件 或者是折扣 将在十分钟后过期 这样的话 另外一点呢 就是正规的公司 通常会花时间和金钱 来确保他们的网站没有错误 而虚假网站的目的呢 是尽可能在短的时间内 骗尽更多的人 所以呢 他们会更注重效率 而不是质量 网页上呢 常常会出现拼写 或者是语法的错误 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最后呢 就是当我们在在线购物的时候 发现某些产品 看起来不太对劲 比如说一些平常非常难买 或者是很难降价的东西 突然呢 以非常大的折扣来出现 又或者网站的页面 看起来非常的杂乱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相信 我们的直觉 不要提供我们的个人信息 比如说电话地址 或者是涉案的号码 以上就是本期为您推荐的 美国虚假购物网站的识别指南 想要了解更多的安全购物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